习近平难寻推动备战,要求提升打赢的能力。习近平10月25日视察了中国南部战区推进备战打仗工作,要求提升打赢的能力。习强调中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此时正值美国对中国立场强硬,北京对东盟和日本放软身段之际。据报道,习近平在南部战区听取了工作汇报,并发表重要讲话。 他强调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,表示军队要坚决破除和平击毙,集中精力推进备战打仗的工作,要全面提升打赢的能力。习近平要求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,要求各级指挥员带头加强军事斗争实践锻炼,大兴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之风,增强打赢现代战争实际本领。 他要求南部战区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,加强指挥训练和联合训练,加强检验性、对抗性训练,提高练兵备战质量和水平。 习近平还与边海防一线指挥员视像通话。 他强调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,要打牢坚决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,增强领导备战打仗,指挥完成任务能力。 习近平此次视察南部战区的背景是,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日益强硬之际,中国政府开始向东盟和日本放软身段,与东盟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,接待日本首相安倍访问北京,同意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。 这个语音文件 这个语音文件